阿赖孟缆车站 里约政府为方便贫民窟生活而建 耗资1.2亿雷亚尔 2011年7月通车 因为当时要举办世界杯 然后16年要举行奥运会 所以巴西政府是 其实把里约这些所有的贫民窟 当成一个形象建设的试点工程 然而仅仅5年后 缆车就由于资金不足 治安混乱 交火频繁等种种原因停运了 又来阿赖孟吗 不知道这8年 阿赖孟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去盘地的垃圾 看那个弹口 因为只有这一个嘛 看这个单口 这是这儿的配电箱 SOP 都被拆光了 这是炸鸡 这是炸鸡 售票处 在当年扎到以前刷卡的 这就是上缆车的地方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破滤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破滤 pret 这边是 民主动物